好男兄弟团 超哥也将所有的角色选审得非常到位 这个第一名超哥实质名归 演技排名第二的则是李晨 李晨也出演过很多的电视剧 电影李晨的演技也被受大家的肯定 李晨也出演过很多的角色 只不过李晨的代表作可能并没有邓超多 好男演技第三名 很意外的竟然是王祖兰 很多人认为王祖兰是一个综艺家 但其实王祖兰的演技是很好的 也出演过很多的电影 而且什么类型的角色都有 王祖兰的演技是非常多变的 郑凯的演技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因为年轻 郑凯还是出演了很多现代偶像剧 所以形象比较固定 但是郑凯也可以赋予角色灵魂 所以可以排第四 演技排名第五的是陈鹤 虽然很多人觉得陈鹤的成小显演得很好 但是陈鹤却局限在了戏剧角色上面 出演的所有角色都是同一个类型 所以名次才不高 贝贝的演技一直在被推 总有人指责 贝贝贝演戏只有瞪眼睛 皱眉看起来很假 甚至于浮夸 但是不得不说 贝贝出演的电视剧收视率还是很高的 而排名第七 则是陆寒 陆寒作为偶像歌手出道 回归国内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Morten 写源 写源 海